为了发掘文坛的明日之心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举办了青年学生文学奖 而蓝阳女中与兹班的同学参加比赛 一举拿下了散文组的亚军 佳作还有小品文的优胜 抱回了优渥的奖金 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就 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举办青年学生文学奖 今年已经迈入第13年 主要提供青年学生专属的文学创作舞台 发掘文坛明日之心 来自全台的好手一同敬竹 蓝阳女中表现优异 在散文组小品文中拿下四个奖 国文老师的用心指导之下 学生参与了小品文 全国有十件里面我们入选了两件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也就是南瓜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名次 再来就是在散文类的部分 我们的学生得到了第二名 有十万元的奖金 以及佳作的这个成绩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参赛的稿件非常的多 而且都是一流明星高中的学生一起在角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同学有这样的优异的表现 在台积电办理的这个文学奖13届之中 可以说这一次的成绩是历来最佳的一次 其中参加散文组的王毅慈同学 他以新年快乐为题 写下对亲人的观察并反思自己 传播亲情温度 夺得亚军也抱回十万元奖金 就是主要是有一次我们回去过年 然后我就看到二阿姨就是面对家人的种种反应 包括他就是比较害羞 手会就是下巴会蜷缩 然后手会去捏衣角 然后他不像就是其他人会包红包给我们 反而是自己准备小礼物 然后这是因为他的经济状态的关系 他比较害怕就是别人的眼光 然后还有就是无法承担那种压力 所以他现在是靠制作手工艺品在维持佳机 然后他现在就连就是使用 也不像其他人都在使用智慧型手机 反而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形式 然后他还带我就是进去他的房间 然后就看到一些他制作的吊饰 跟他的绘画作品 然后我就想说 他竟然有这个能力 可是为什么他会因为个人因素 无法持续努力下去 然后反而是让他的梦想 就是挂在他的房间的小区块这样子 没有让人家看到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有相同的兴趣 然后我就会想说 就有点迷茫 想说如果我持续像他这样子走下去的话 那我之后是会像他这样子 还是我有办法装出自己的一片田这样子 然后我结尾的部分就是在扣题这样子 写作表现了无穷的创作力 抒情 分享 记录 形式多元 培养写作兴趣与技巧 往往都需要经由大量的阅读做基础 写出巨型优美的好文章不是问题 也按训练记者黄竹 欢迎从报道